经常吃外卖的可要注意了 直接男人眼睛上饭不停地抽搐 下一秒直接翻躺了下去 紧接着第三个 第四个 我还一档 眨眼的功夫拥挤的广场上就握倒了一片 法医经过检测 确认这些人都有相同的症状 目前可以肯定的是 他们发卖前都吃过同一种食物 福伯勒通过外卖带的小票 很快找到了那家店 并把厌计的老板控制了起来 然而老板却一脸地呼向 他甚至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福伯勒调取了店里的监控 把取三的画面放大 一个女孩的举动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但由于监控的局限性 没能拍到她到底在干嘛 但细心的福伯勒发现 碧桂上的镜面门板正对女孩 技术人员把门板放大 隐约可以看到 女孩在食物上喷洒着什么东西 法医经过对食物的鉴定 确定里面含有一种河豚毒素 只需一毫升就能杀死一头大象 眼下女孩成了破案的关键 福伯勒利用街道监控 对女孩的行踪进行了追查 直接女孩转进一处胡同 几秒后换了一身行头走了出来 杯子的手提袋也不见了 福伯勒立刻安排人手 去拉桶捡回袋子 他们在袋子里找到了喷雾器 福伯勒惊奇地发现 喷雾器当按压五次后 就会弹出一个小针 而这个针头上也有河豚毒素 正当福伯勒搞不明白 这是什么操作的时候 医院那边声称 一个女孩也中了这种毒 刚刚被送了进来 福伯勒立即赶了过去 经过喷雾器上的指纹比对 确认她就是那个适途的女孩 看来她只是个棋子 对方并没打算让她活 福伯勒通过女孩的母亲了解到 女孩竟然在学校被人霸凌 性格愈发的孤僻 常把自己锁在房间摆弄电脑 福伯勒在女孩的电脑上 发现了一个暗网 里面有很多像女孩这样被欺负的人 他们对这个社会充满了不满 而一个绿鸟投票的账号 引起了福伯勒的注意 通过对绿鸟声音的技术分析 很快确认了她的身份 她是一名前警员 因一次执行任务意外被毁容 除了对社会产生了报复心理 她是耻弱俑者 就在这时福伯勒接到电话 一个赛事场有人投毒 然而话还没说完 就又倒了一片 福伯勒在附近寻找嫌疑人 在码头一个背包男 引起了福伯勒的注意 正当福伯勒谨慎靠近他时 男人也发现了他 杨庄离开 下一秒 结果难死于废话太多